年宵摊档 年宵摊位取消就是一年三日镜头 其实消息就是本地经济 也要说说 基本上是对的 底价跌了四成 半都不见了 国雷摊快餐单位的成多价格几三十万 即是没有人在年宵 你问我去年宵 我来不来行 因为政党那些没有啊 支联会也有摊档 也没有 没有了也没有去 难道买公仔吗 那些小孩喜欢呢 当然花市占了两大牌 但奇怪的花档升值 竞投激烈 龙年维园年销摊位竞投激烈 花龙子有内地人抬高整体叫价 两样东西来的 很怪 先说快餐 四个快餐摊位底价一百二十万千万十二万四 跌了40% 即是2019年跌了40% 底价是跌了68% 另外 室货的摊位 也跌了2019年年销底价跌了四成 总之跌了四成 在荆头后 就有毅民投特 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指标 即是香港人和香港的小商人 怎样有了这个 你知道叶彬芬 开始大计是一直延续到龙年了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讲不讲好 叶彬芬 崩了什么 崩了什么 那没有了 没有叶彬芬 但是当天的计划就是我们一直周末 慢慢旺旺旺旺 现在是这么想 我都想不到的 之前 原来香港人又不是爱香港 又不是支持本土经济 又不是杯盖 不是说好像我们期待那样有差人都说不出街 有差人都照样出街 便宜就行了 贵 贵就上去咯 原来大量涌上去 深圳的地攤经济低端消费跟香港人隔旺旺旺旺旺 救了深圳经济 你 resilientHow do you think 可以这样啊 你半年一年前怎样能猜到通关之后 上面救香港 原来我们上去救她 香港人还有能力救她 千几亿才赤 我们几千亿的名字 我们仍遇 没有邀门 还有澳洲储租 还可以发债 问中央借也行 香港也能支持着 因为千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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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年没有事 所以现在我们维持生活水平 还可以拯救深圳的经济 拯救广州经济 色情行业里面的鸡 都靠香港人 多伟大 但香港自己怎么办? 当然我们要看 关心香港 现在香港人就不出来的了 竟然预期年宵一年一度出来行刀废 你问我 我都觉得没什么 除非有什么事刺激我去看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 还加了一些东西 食环柱 今年年宵新加了限制高度 这个我其实欣赏 他可能怕有事 因为一路升高他 尤其那些花 越摆越高四层高 现在是多少呢 4.5是43 三写十二 十四尺高 十五尺高 十四五尺高 4.5是十五尺 哇 很夸张 你加里两层高 如果超过三米已经要找合资格的人要斥命 比刷三米九尺 超过九尺要 怎样都不让他多个 整起个机器再将货货加上去 最多4.5米 你知道最左定当然是大大棵的花 更加限了他了 但竟然有人抬交啊 高了多少呢 快餐贷二十二万 钱我也没有特别概念 但现在花龙就说 只用有内地人属行情抬高价格 杨小龙数十年来一直搭两层棚架 最少四五米 是吧 有工程师搭 那就要成本了 是吧 另外他就做十档八档的投以往 今年投得两档算了 是吧 那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现在投到六七万的都这么举手 我不知道这些观念是多少 那时候支联会只有一两万而已 投个小单位 是吧 所以他们是做生意做几天赚到的 就是那时候民主倒动力 我做过一年了 帮他卖董建华吹气波 这些香港人的热闹整货 为了通宵在那里卖花也试过 不是卖花 就是卖这些赌董的东西 反政府的东西 现在当然没有了 不用说了 没有了这些东西 还去不去呢 不知道了 我猜今年会出奇地冷淡的了 啊 神仙的吗 王小龙 杨小龙 杨小龙看探视方 他就认为北上疫情过后就会走光了 这样 但是昨天基本上就去到七万了 一个档位花档 是吧 就认为天价了 是吧 豪夺了 是吧 你说是不是 有些中年男子情绪激动 不断刨黑叫价 志在必得 结果八点四万 八万四呢 八万五 你问我呢 我觉得是组织的 你一看来觉得是 深圳花龙 来香港买花 那不觉不觉呢 其实我可能在吃的菜都是深圳的 这么便宜的 市场就是这样的 绝对是一个自由 那可能深圳那些花龙呢 他叫你上来买花 你绑过关不行的嘛 不如下来吧 他们可能真的有错过香港是很棒的 就是香港经济很棒的 那么一年一度下来 就运花下来卖 那么是高价投这些摊位 那本地那些当然就是本地市场认识 你想想那些如果是里面的花龙走下来 突然间有一帮陌生的花龙 一来可能是他们见到香港人上去消费 哇 香港人钱多 哇 下来赚 他不会上来买花的 是不是 那么就下来摆档 想着赚一笔 那么可能他们就更惨了 也可能是政府好 中联版好 关照一声 香港好环境就下来吧 鼓励他们 因为你见到啦 如果拉平来说 哇 连销的档位差不多价钱而已 其实跌了四成 一半都没什么 即2019年还是很有钱赚的 现在有些人做开 就叫做 试一下生意 这样而已 都没什么把握 因为不知道消费情况怎么样 因此那些花龙呢 深圳那些可能就倒闭了 那么香港那些又怎样呢 以香港人灵活就会去其他区败啦 不知道 但是维远就会出现一些很便宜的花 我估是 因为深圳那些下来 那么他的成本也就低啦 那如果他也虚不到就回上去 那就证明对啦 市场一定证明他对啦 即他下来高价八万 头一个花档 这个做法合理的 是吧 钱来的 我赢了就行了 那都是一件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香港本来就是靠本土经济的 其实应该限制啊 那你要帮香港的花龙呢 看新界来的嘛 那么不错 一年一度而已 当然香港的花龙可以去其他区里 这里的球场 那么粉丁上水的球场 区里那里有球场 球场仔 每年都有 一样有花档 一样有年宵 那么是这些 但是最大的年宵竟然是被国内人霸了 维远 如果这个观念大家清楚呢 那我真的劝你香港人就不要去维远 真的不要去 是 你支持本土经济 你去支持了深圳的经济 花龙的经济 那你想你了 就是对不对呢 要么你就直接上去消费了 当然上去你也不会补包花了 多一百几十都是在香港买 因此而去维远买花 是吧 还可能觉得那里便宜 它一定便宜过你的 深圳种花 是吧 成本低过你嘛 那这个就是你不顾本土经济 外来湧入你了 这个我不知道 其实是一个可悲的现象 香港的特色可能快要消失了 来买一棵花都是大陆的了 是吧 佳因香港人自己不支持自己 如果各位朋友 传媒朋友多些去探问 看到的新闻 首先就是香港的花龙就吵了 有些陌生人 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一个行家 是吧 突然涌下来投地 估他虧的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他没办法 内地买了就虧了 都是这样 送给人了 年龄都是这样 年三十万没人要 就扔的了 是吧 送的了 诸如此类 那些数字我就不说了 但是你看到两个恐怖的现象 今年我们香港人最熟悉的年宵 恐怖的现象 第一就是一般那些吃东西 买垃圾的那些摊档 那些价子跌了四成 是吧 跌了四成 投不投得了都不知道 应该投得了的 而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香港本土经济的希望之所在 现在呢 没有了 最重要的其中一环就是花呢 就是有外属入侵了 是吧 是吧 如果赚到钱 迟些深圳的小贩回来投这个年少了 年少没限 没限香港人那样 其实应该是限的 没有了 深港一体化 是吧 香港的本土经济就死了 只要在本土经济的瓜 李家超就不耐用了 这个可能是好事来的 好了 拉杂藤到这里都够钟了 四成五十分了 海瓜不准使用人带植物警 多谢 对了 应该不行的 动物可以不可以 带了九万就不可以了 是吧 所以就杀下来了 香港深圳的人赚到钱 现在过来炒贵了些 炒贵了些 摊档的价钱 你如果要电销去买花 你就支持深圳经济了 就是如此 好 多谢大家 明天见